太平洋南岛最盛大且最具有指标性的台湾原住民族的世界及文化活动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将在7月19号到21号 在花莲德行大草坪热闹登场 花莲县政府今年邀请到了夏威夷卡美哈美哈学校的表演团体 回到了南岛故乡花莲 参与这场太平洋南岛圆明盛会 而同时也前往县府来举行文化交流活动 由县长许正伟亲自接见 欢迎夏威夷的南岛家人回到故乡花莲 众人手牵手载歌载舞 也为风年节揭开序幕 活动开场首先由花莲县政府陪持的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 带来迎宾内舞表演 通过业务表演 创达部落的热情以及表演喜悦迎接南岛家人 回到花莲的故乡 却也心情无助花莲的美好 现在许多表示 感谢太平洋联盟文化部长 带领着夏威夷卡美哈美哈学校的表演团体 回到南岛的故乡花莲 让大家彼此有机会再次相聚 见证夏威夷与花莲南岛民主的文化之美 现在表示 宣布一直来相当重视 台湾原住民主文化保存及传承 去年并且展开南岛进建议计划 在2023年前往大西地以及纽西兰 今年则是拜访了夏威夷州 乌奈也会将计划前往马达加斯加岛 以及复活岛进行文化交流的学习 相信透过持续的文化交流 可以增进教人彼此的理解和情谊 也能够共同和南岛民主文化的发展 就是贡献 也非常开心大家再次聚聚在花莲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花莲 我非常幸运我们再次聚聚在花莲 我想我要在这一次在这里再次谢谢 我们的海地处长的规划 以及独副处长的实践 透过海洋我们的母亲 这个文化血脉能够航向南岛的极境 能够将文化能够连接起来 真是奇妙 真是奥妙 真是美妙 当时到夏威夷 我们夏威夷之后 就到了杨柏汉大学 到夏威夷大学 到东西交流中心 我想那一趟的 整个交流是非常非常繁忙 但是非常的深入 也非常的深刻 而这场文化交流当中 激动澎湃的兴起 夏威夷美哈美哈学校 表演团体直接在交流现场 混合阿瓦饮品 交付县长许正所忠 以县长许正卫干杯庆饮 并且资政刻有县长许正卫的特殊羽毛花环 而在最后阿拉伯式文化艺术团 并且代言着美哈美哈学校表演团体 彼此手牵手 起跳大会舞 现在欢呼声 疲之比落 众人踩着开心的步伐 又唱又跳 热情不间断 宽如明智的索布达 一起朝向南达2024南达太平洋联合波林节 揭开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